2003年因为我们跟那个想帮叶大师做个激烈 他大师名单的时候 结果我帮他写那个叶龙甲 祖国市长传奇 他的儿子不让我出版 我们也访问 我们写了一年多 有访问陈嘉鹏、郑思凡 或是一些他们年轻欣欣杂志的那个年代的人 所以我们做的这个事情 不晓得 因为叶龙甲过世的时候 我本来在写台湾幻化历史 就1989年左右 每次要去访问他就是他不方便 好像感冒了或什么 我打了十几次 到最后一次打给他 他老婆说 叶先生昨天走了 结果我昨天就跟一个记者去拜访他 我也帮他写了一二十篇的这个纪念文 在各个我有写专栏的杂志上 或是报纸上 那 那 整理办法史变成 后来我 我一直有一种 使命感 本来这个不关我的事 那后来就因为 刑起漫画 他说 老先生 因为那个黄念尔 很喜欢叫我老先生 好像多长他几岁 他说 来写台湾幻化是怎样 因为他看到我家里 一大堆 台湾的幻化 那时候 我买很多 可是被我滴滴 他们借走 然后没回来 所以以前的那些史料放在那个老家 也几乎都毁掉 到今天还是个噩梦 我现在有些史料放在那个 台中的我妈妈的家 结果他还住在那里 他现在未来增财产 他帮我浇水 每一堆书都帮我浇水 结果都连在一起 那当然这个家丑 其实好像 因为老人痴呆症 讲太多了 那我们讲回来就是 后来因为蔡文祥 副校长想做漫画研究 那时候 那时候又帮叶大师做这种展览 所以我们经常 那个叶宏甲家 然后跟几个漫画家 刘欣欣也有联络 那我就跟刘老师讲说 那个 教带想做漫画研究 你的原稿就对到那边去吧 他就很麻煞 本来我事先跟叶宏甲太太讲 他很不放心 那结果他看到刘欣走 刘老师做了这个动作 他他也想来 可是后面做梦很多 因为他们的家人的很多观念不太一样 那我们在帮他做事 他就老太太的讲话只有一个 你要跟我报告 那我说你是谁啊 为什么要 我们在帮你做事 为什么要跟你报告 你应该说谢谢 谢谢 结果 我们有办成那个展览 对不起 这个是老人的毛病 因为讲漫画 警长会忘我 然后口水会淹死人 好我们先到这里 好我们先到这里 那个高五龙 大家 那个 这个 谢谢 谢谢 那很多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